也许他会觉得他的每一天都是很珍贵的 对不对 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想在这一个月当中 你觉得你看到最多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看到最多 其实除了误解跟歧视之外 我觉得最让我感动 是看到莱婷他本身的包容 跟他对这世界没有放弃的那种决心 他一直努力 他都要诚实 他要正直 其实他遇到那么多的挫折 那么多的误解 但是他一直告诉我说 我要相信人 如果我连人都不相信的话 那么我还能相信什么 莱婷他的个性 是不是本来就是属于一个 蛮善良 然后蛮会为他人着想的个性 我想如果他没有得病 没有得这个病 然后那么可惜的 那么早一年早逝的话 再过个十年 过过十五年 也许他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电视上 一些赫赫有名的宗教家了 他是一个完全的宗教家 情怀的一个人 仁慈 正直 善良 无私 所以其实 他就是抱持着这样子的一个个性 还有这样的精神 即使到他得了艾滋病之后 他也不愿意去欺骗他周围的人 我们不要讲欺骗 他甚至连隐瞒都不愿意 因为他都会很诚实地告诉他周围的邻居 或者是他去工作的单位 都会很诚实地告诉大家说 我得了艾滋病 这个我觉得有一点 因为你知道就是你不用欺骗 但是你很诚实地告诉别人的时候 你真的就是会容易遭受到比较异样的眼光 或者别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你们都没有劝过他说 你比如说搬到一个新的社区 或是你去找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 你暂时先隐瞒你的病情 当然有 我们第一个就是告诉他社会那一套 就是说这个社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是怎么样怎么样做的 你并没有比较特别 没有比较奇怪 你只跟大家一样 然后他讲说 我的父亲从以前教导我 就是要当一个正直跟诚实的人 我一直以为我希望我父亲赢我为傲 如果这一点最基本他的要求 我都没有做到的话 我怎么堪为人子 然后再来就是 他想要当一个让我们骄傲的朋友 可是很笨 对很笨 很笨到一个 让人家觉得很糟糕的程度这样子 对在书里面就有写到 就是因为他太笨了 他让邻居都知道说 他得了艾滋病 所以邻居的态度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差 包括你去到他那边住的第一天 你就感受到邻居 都用异样的眼光在看你 对不对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就是说小孩子如果在那个街走 因为那是一种传统的那种旧公寓 然后两排有两排房子这样 中间是一个反火巷那样子 小孩子只要我们出现 小孩子就被大人拉进去 我想说如果野狗是有人养的 那狗他会被拉走 好像我觉得好像 相尸敢吃那种感觉 好像僵尸过境 所有都要清空那种感觉一样 就那么的明显 那么的激烈吧 我觉得感受的态度就那么的夸张 举例来跟大家讲说 其实在书里面有提到 有一段是灵长 灵长有特别的在这个 他的孙子满月的时候 送油饭到莱婷家去给你们吃 然后想要分享这样子的喜悦 他亲自送来的时候 莱婷是开心的不得了 真的 我这辈子没有见过那么难吃的一个油饭 那样子 就是那个油饭打开 那个会有鸡油的臭味 很糟糕的一碗东西 我就看到莱婷双手捧着 一口一口的 哇 他是一个吃饭非常慢条斯理 就是我们常讲那种标准的 一口饭你要嚼三十下 然后嚼完之后 有点油温拿卫生纸 把它擦干净那样子的人 就是优雅的像个 就很Genderman那种 上游社会的Genderman那种感觉 他扒 扒光 用手去拿鸡腿把它吃光 这是他收到的第一份礼物 邻居的礼物 对 因为这些邻居以往对他都非常的不友善 所以他收到邻居的礼物 就会很开心对不对 他超开心的 对啊 然后后面我们遇到就是 他就很开心就是跑去买了一个 台中那边很有名的蛋糕店的蛋糕回礼 那个有名成就像白木屋台北这个样 大家都知道这样子 所以不至于他亲手做的嘛 如果你要担心的是他亲手做的话 那是知名的蛋糕店 结果他们很高兴地收下了 结果我们有一天回来的时候 发现就是有野狗在咬那种黑色塑胶袋 大型的塑胶袋 咬咬咬那个蛋糕 连那个上面的塑胶绳都没有拆掉 就翻下来 整块完整的蛋糕就在我们面前 咬砸掉在地上 然后我真的也许 也许想文人都愁善感吧 可是我真的相信任何人站在我那个位置 明明是海绵蛋糕 你就听到一个很清脆的声 我们心里的声音就这样 咬睡掉了 我真的听到 也许人家说太选了你们讲这种话 我真的听到一个人心碎的声音 你那时候有看到他的表情吗 他在我背后 我不敢看 我真的不敢看 然后后面我们就开玩笑聊天聊聊聊聊 就我书里面描述一段 他们不自觉哭下来了 然后我就真的发现 对原来真正的心痛不会那么快痊愈 每个人都有自己疗伤止欲的能力 但那是只一般的疼痛 我觉得这其实会让人觉得更感伤 是因为如果说邻居们一直都是 很不友善的态度 那可能你就是会慢慢习惯慢慢习惯 可是当邻居他主动的来跟你示好 然后主动的来跟你分享 他们孙子满月这样的喜悦 你好比受到了鼓舞 然后那个鼓舞会让你觉得说 他们是不是开始慢慢接受我 我是不是可以踏出这样子的一步 可是受到鼓舞就是那个情绪 往上一点点之后 你才发现说其实没有 他们可能只是做做表面功夫 因为我送去的蛋糕 他们还是觉得那有艾滋病原 所以他们不能接受 他们把他整个丢掉 那个落差其实是比他们 完全没有来跟你接触之前 受的伤害还要更大的 对完全是这个样子 另外其实也可以感受到 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故事 是说你有一天 因为在那个来停家很少出去外面吃 大部分都是你们自己开火嘛 有一次你心血来尝 你去外面吃 发现一间很好吃很好吃的面摊 然后老板也很殷勤地招待你 对不对 这是在附近 也是附近的邻居 对在附近 然后我们就过去那边吃嘛 因为很有趣就是 自己煮煮惯了就会累 想去吃外食 就随便找找到一家就蛮好吃的 然后因为嘴巴甜嘛 反正就跟他夸奖老板 就很开心啊 他一直送我一些小菜啊 我想说这老板真好 然后想告诉来停说 我们晚上再去吃 因为我意犹未尽那样子 结果他一看到我跟他一起出现的时候 真的就是 没有脸拉下来 然后 开始跟隔壁座聊天 就说 啊怎样怎样怎样啊 聊了一堆 然后就说很倒霉 你知道他是什么吗 他是癌症病患 我就看到那个邻座的客人 匆匆忙忙把钱掏出来 真的是一百块 他大概吃了几多四五十块吧 要不快放在桌上 沿着桌沿着墙园 脱脱脱脱像蟑螂一样 有需要这样吗 我非常非常的压抑 我几乎整个人是要翻脸了 我真的想把他叫住 你给我回来 这样子 太不尊重人了 这样子 如果今天是你的小孩 你不跟我算账 不跟我玩命才怪呢 然后 人人拉着我说 算了我们走吧 当我们在走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个 面上的老板是 戴着那种粉红色的那种 塑胶手套很厚那种的 过来拿我们的玩盘 甚至有点不想洗了 就是倒霉啊 抱怨啊 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 我看到真的是傻眼 我说人怎么可以 那么的过分 人怎么可以 那么的残忍 特别是 他没有伤害你们过 如果他不告诉你们 如果他隐瞒的话 你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 可是我其实是觉得 他们的过分地方是在于说 当你心里畏惧 或是你觉得害怕 然后你觉得艾滋病是一个 好假设你没有正确的观念 你觉得我很可能会感染 你远离 或者是你做一些 小心翼翼的动作 但是你的嘴巴里面 不用一直去悼念说 我怎么这么倒霉 或者是说 有艾滋病干嘛还跑出来 就是想要害人什么 我觉得嘴里面那个伤害会加重 因为你会听到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还蛮让人心酸的地方 另外我觉得有一个 很让人心酸 也可以说是让我很生气的地方 是在于说 一般人如果对于艾滋病 没有很正确的观念 OK fine 那就算了 因为大家 这种病虽然说我们都听过 可是我觉得大家对它 还是很陌生 大部分的人的这个 看法跟想法就是说 还是性病的一种 对 或者是吸毒的人 对 就是其他的对于传染途径 或什么什么 没有很正确的观念 但是 医护人员 应该都对于这个疾病 有很正确的了解 可是你们却发生了 在有一场车祸当中 完全没有医院愿意去 收留 或是处理这样子的情形 对 就是我们那次 就是开 骑摩托车兜风 然后他是一个 很小心的人 所以我们骑摩托车 就大概就二三十公里这样子 所以几乎都是聊天 就是聊聊聊聊 看看风景什么的 就被一台马自达插撞 我插撞我就滚出去了 可是他就被整台摩托车压在的 脚压在摩托车下面 我第一个想法是说 赶快去把摩托车扶起来 那是第一个本能的想法 只是他就 因为我身上已经有伤口了 然后他地上有血汁 他就告诉我 你不要过来